哈囉 露露好可愛的朋友們 今天我要來分享 鹿角爵撥包它幾個粗濾的過程 然後它怎麼長成鹿角爵的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看 在我們撥包的過程當中 最枯燥發味的就是這個階段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都是 完全就是一灘土 你也看不出東西 這個過程到下一個階段 它可能會經過可能 我快的紀錄大概是八天 所以有時候快的時候很快 慢的時候可能三個月啦 三個月就會有一些些 綠濕體之類的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階段 那像這一盒你可以看到 這個盒子裡面 就開始有一絲一絲的 你可以看到綠綠的 我們就會叫它是出綠的狀態 到這個階段 其實它就會開始慢慢長大 過程也是蠻慢的 要需要慢慢等 所以撥包是需要一個 有點耐心的體驗 它真的長得非常慢 那到下一個階段 可以看到跟剛剛其實是 差沒有太多 但是又長得更大的一點點 到這個階段 可能也要一點時間 撥包真的是 過程非常要久 然後在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 你會看到這樣子的 配質體 有點開始在出現了 大家就會開始說 這個階段就是 適合噴水 或者是淹水 我在這邊也順便說一下 噴水跟淹水都可以 我自己是喜歡用噴水比較多 因為淹水的話 你很容易就把這些配質體給沖散 那除非你是要做膠腫的這個時間 讓它裡面的精子 可以跑到另一顆卵子上面 那膠腫也不一定成功喔 所以淹不淹水看個人啦 你要膠腫的話你就要淹水 就是把不同的配質體放在一起 那你說混撥的時候 混在一起撥成功率高嗎 我不知道 我自己是 都會試啦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玩玩看 那這個就是 從剛剛的那種綠絲啊 然後開始變成配質體 的這個過程 那再到下一個階段 那到下一個階段 你可以看到啊 配質體它開始 有一些在抽高了 抽高的這個階段 這邊 一絲一絲的 那這個還不是蒸液體喔 蒸液體的話 要看到這邊 其實很明顯啦 這種比較 綠一點 那綠的程度又不一樣了 看得到 它就可能 就開始會變成是那種蒸液體 這過程也是需要再等待 所以啊 撥包是一個很隱藏的過程 所以這就是一些 包子萌發的幾個階段 隨時有問題我們都可以再互相討論 喔對了我們在 FB上面也有一個 鹿角爵播包大檸檬的社團 也歡迎大家加入喔 OK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